早前我們報道過 有僱主找中介請外傭 等了足足兩年, 都等不到姐姐來 但中介又不退錢 不夠一個月 又有觀眾投訴 同一間外傭中介公司 這次是找到姐姐, 還上班 但竟然貨不對版 經朋友介紹, 認識到中介女小姐 我的朋友和女小姐 都是元朗區的一間公司 我自己住在元朗 很順其事然找了這位女小姐 最初她說, 說到天花龍鳳 又懂得做什麼, 又懂得說什麼 有什麼能力, 又說不用教 很好, 到你給了公司 請下來的時候 發現也不是完全那一回事 她將自己的責任推得一綱二綱 說她不能代表女傭 也不能代表印尼學校 沒錯, 又是女小姐 事主葉小姐家 有兩個正在讀幼稚園的小朋友 一直有請外傭幫忙打理家頭世務 但在疫情期間, 外傭跳功 她唯有找中介重新請過 很簡單, 我最主要要有兩個要求 第一個要求是懂得說中文 用到中文溝通 因為家裏有很少的小朋友 廣東話還是普通話 沒所謂, 廣東話、普通話都可以 總之可以用到中文溝通 第二個要求是可以煮到一天三餐 給小朋友吃, 即是熄著中菜 她聽到我這兩個要求之後 她就介紹了一個工人 她說是做過台灣 她就叫我請這個 不過這個又貴一點 她有工作經驗, 接著又熄著中菜 那就要加多三千元A長費 現在剛剛傳給你這個也挺好的 這個阿里巴這個 在台灣做過的 這些就不用教了 呂小姐隨即給了 那位外傭的自我介紹片 給葉小姐看 在台灣做過三年 在台灣我住不是朋友心碎 洗衣服、浴衣服、腿衣服、米衣服 就結束了 你吃不吃豬肉? 我喜歡吃豬肉, 但是我會煮豬肉 你為什麼要去香港吃豬肉? 我要去DG, 不用餓 雖然這位姐姐說廣東話 說得好像唱歌一樣 但也算是懂得說中文 葉小姐覺得也符合她的要求 就馬上在中介公司 跟這位外傭進行視像面試 做視訊號碼的時候 對, 面試她的時候 她也說自己會煮中菜, 煮湯 因為她也能用中文溝通 也聲稱自己可以煮中菜, 煮湯 也喜歡小朋友 我也滿意她的表現 所以隨即付了A准費 大概約一萬六元左右 就請了這個廣東話 以為找到合適的姐姐 簽了約, 付錢 就可以安心等她來香港 怎料等了超過半年 總計公司說要加錢, 外傭才來到香港 但是她說八月的時候 她說沒辦法, 機票也是太貴 我們的Agent Free 也包不了那麼多 要不想她快下來 你就多付1500元 我看1500元不是很大的數目 也想快點有工人用 所以就付了 之後就說有房間 夾到機票的日期 就叫我快點付錢 她那時候報給我聽 就是要751元一萬 直到工人來到香港那天 8月5日那天 酒店那邊出了一張訂房確認書 就看到原來這個房價 只是580元一萬 我們經求僱主同意 僱主認為多一點 其實她說沒賺你差價 我們就告訴你 價錢你覺得合不合 剛剛才預約 我們一毛錢都沒有賺 我們完全照找付給她 當時呂小姐的回應是說 現在這些時勢 不放也很難 她說吃一點炒價其實很正常 但問題是她當時 都沒有跟我說我正在吃炒價 中介費、機票、隔離酒店、檢測 和保險費等各項加起來 葉小姐付近兩萬七千元 但是當姐姐隔離縣 去到她家的時候… 發覺工人完全不能用中文溝通 聽不明白也不能說廣東話或普通話 但當時你跟她電視訊時 她溝通過 是 她當時是用普通話可以應對 所以我也很質疑 是否電視訊時會有些翻譯 在她身邊做動作還是怎樣 煮飯那些呢 煮飯那些她一樣中菜都煮不到 除了印尼滷麵之外的東西她也煮不到 見過經理說她做過台灣 於是有一天有朋友要來 叫她幫我準備過火鍋 其實都是把配料放在蠔 然後放湯底 然後她說她沒見過火鍋 她也有說… 她用普通話說過火鍋 就是每天都說這句 但其他東西是完全聽不明白 明明面試的時候,甚麼都說識 又懂廣東話,又懂普通話 來到只懂得說火鍋鍋 於是,我們去到中介公司找女小姐 問問為何會差那麼遠 外傭的語言不是廣東話 本身是印尼人,或是福利畢人 她會因為外傭的語言程度高低 她是學習法文,是一等二二的 她學得好不好? 我們就覺得學得不錯 你聽她的片段也說得不錯 是不是? 我今年三十三歲 我結了份 我學院學校 我學院學院 我讀書到中學畢業 我都覺得聽她的片段是不錯的 她就以為因為這條片 就覺得她懂得基本 但其實發覺去到她真的不懂 但我們這條請 我們做了十多年的工人 我們全部都是這樣請的 你們不要跟她說 她說那些工人就是懂得煮中菜 她懂得煮飯 台灣都是中國式的 要訓練的 他們那六、八小時候 考試就是要合格這些才可以出境 全香港人都是這樣做的 無論任何一個基準 不只是我們的 第一天來到的時候 她已經有些… 我們的感覺 她已經覺得工人是仇人的感覺 我們不知道的 因為這條片是覺得官員 好像什麼都不順眼 但是我說你給她時間吧 於是她不停地投訴 我們也去信負責監管本港 職業介紹所的勞工處 回覆指 職業介紹所有責任查核求職者 和僱主提供的資料 並協助雙方作出有根據的決定 一般而言 僱主期望 職業介紹所推薦的外用 能夠符合她的要求 才會給中介費聘用那位外用 也就是說 呂小姐有責任了解清楚外用的能力 先介紹給葉小姐 不是外用造成怎樣也與她無關 你來請工人 我現在交了一個工人給你 我不是交了一個男人給你 我不是交了一個工人給你 做得不好, 不關我的事 就算我兒子 我也不知道他做得怎樣 你們有責任去… 我們有什麼責任? 你們有責任就是要知道 在這裡交給她的那個人 是一個可以做到事的人 是可以做到事 人家在學校印尼出境的時候 人家有證明文件 是因為達成了兩要求 才要指定要這個工人 其實這樣說 可能她認識, 但不適合你, 好嗎? 其實每個人用人都有準則請到 問題是可能她的準則比較高 姐姐的質素比較低 你說如果我們公司請的時候 你再請一個坎坊保去, 僱主 你知不知道對我們來說 我們也有大影響 不只是你的僱主也是慘 我們也會讓那邊學校… 學校那邊… 那就變了港彩數 我們十多年都是這樣彩數 外傭最後做了13天就自己辭職 葉小姐經勞工處 取回一個月代通資金 但她覺得中介公司的手法有問題 所以向勞工處和海關投訴 當局稍後會找他下口供, 並作出調查 給了一大塊錢出來 愛蓉一句不做 中介一句不關他事 僱主付的錢就沒有了 要請過個, 又要重新付錢 又要再等過 這樣對僱主似乎完全沒有保障 說你們的態度是 第一天開始對工人好像仇人一樣 絕對是不可能的 我怎麼會給三萬多元 請一個工人回來就當他仇人 大家做得不開心 絕對是不可能的 我這個字號 是的 那你覺得自己是否刁猛 絕對不是他所說的 其實他由第一天到他辭職那天 中間我們其實是故意請假在家 去幫他適應和教他做家的事 就想著可以盡快 他上手後把家交給他 是的 給了三萬元, 搞成這樣 是的, 搞成這樣 然後還要反彈我們 你最生氣是甚麼 最生氣是不明白 為何一個女小姐 可以不負責 不止如還要這樣說謊 來冤枉我們的僱主 謝謝 Tuul